蔡英文現在的競選策略 不是說要找誰來幫他加分 因為他的民調支持度已經到了屋頂了 要突破屋頂的機率不太高 他只要穩穩的領先韓國瑜10%以上 到投票權 他的當選就毫無訓練 所以對蔡英文來講 穩穩走向勝利 這是他一在內心裡面所想像的 換句話說 一方面要穩定 一方面盡量不要再出差錯 什麼事情都要打安全牌 找來找去誰最適合 就一個人 就賴清德 所以蔡賴沛事實上是很早就在佈局了 不是現在成形 早就成形了 第一個證據是什麼 賴清德旁邊的人都獲得很好的安撫 很好的待遇 賴清德底下的以前幫賴清德 一起起來對抗蔡英文的 紛紛向蔡英文宣誓 這個效忠 那只剩下一個光感司令賴清德就好辦理了嘛 而且賴清德的個性 畢竟上是很善很能夠妥協 而且不是一個很有鬥爭性的個性 所以賴清德向蔡英文臣服 可是問題來了 這樣的一個蔡賴沛由賴清德臣服的動作 總該有一個過渡期間 讓這個情緒做很大的轉折嘛 就不斷的放消息讓大家心裡有準備 反正不急嘛 11月中旬再宣布都可以嘛 所以就慢慢敲慢慢敲 然後讓賴清德代表民進黨 其實代表蔡英文嘛 去美國僑界做訪問 去對各界做接觸 那回來的時候 台灣投台灣圍在走透透 讓大家覺得 好像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好吧 賴清德的支持者就主動氣泄投降 那這個時候對蔡英文來講 加分有限 但是穩定他的選情有很大的幫助 他何樂不為呢 所以兩個人 即使昨天互看不順眼 今天都要假裝韓情賣賣 所以這個意思是個政治戲碼嘛 所以有人說因為要等什麼國民黨宣布復仇 都不是 他們需要一個心情轉折來做調適 那現在正在處理的過程 所以等他賴清德全台灣繞一圈回來就會宣布